这是一块密不透风的玻璃 咱们确认一下 这块玻璃的中间是没有动的 这支笔也不可能在中间穿过去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拿这张方块女王放进去 据说这样子就可以打开一个看不见的洞洞 一个神奇的异度空间 放进去之后我们调整一下 把这个女王放在中间的位置 再拿起这支黑不溜秋的笔 从女王的中间穿过去 仔细看 这支笔竟然隔着女王 把这块玻璃给穿透了 但神奇的是 这块玻璃竟然没有碎 好 我再把这支笔给它拔出来 很明显在牌的中间和玻璃的中间 穿了一个洞洞 那么接下来我再把这张牌给拿出来 确定一下这张牌的中间 这个洞是真实的 那么到底是笔有问题 还是玻璃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要再试一下这支笔 拿一张红桃3 把这支笔从中间的位置穿到后面去 试试看 不用这块玻璃 笔也一样能穿透这张牌 但是这支牌却完好无损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其实这支笔的笔头是磁铁的 吸在一起就算穿了过去 那么问题又来了 你觉得这块玻璃是有问题 还是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